女人把这四件事告诉你,基本就是你的人了,跑不了 有一些男人是很聪明的,当受到女人信号的时候,会主动追求女人 会对女人说,我喜欢你,可以和你谈谈情吗? 女人心里有男人,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就这样,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成为了恋人,成为了彼此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两个人会一起经历很多事情,两个人会很充实,很快乐地度过王后的每一天 还有一些男人比较傻,比较笨,不会追求女人,也猜不透女人的心理想法 很多时候,女人已经说出了我喜欢你,可男人根本没有任何的回应 就这样,错过了女人,一直都是一个人 看到身边girlman都有女朋友的时候,是很羡慕的 心里想着,怎么没人愿意和我谈情说爱呢? 女人往往都是很腼腆的,很喜欢一个男人,很想拥有男人 却不会直接地说出来,只会暗示男人 女人把这四件事告诉你,基本就是你的人了,跑不了 一,告诉你他的手机密码 手机是每个人必备的,不管去哪儿,去做什么 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都会拿起手机 手机里面有着很多隐私 这属于小秘密,不会轻易地告诉别人 所以说,没有一个人愿意让别人碰自己的手机 没有一个人会主动把手机密码告诉别人 当别人拿起自己手机的时候,就会很不开心 有的时候会很直接地说,那是我的手机 喜欢你的女人会主动把你手机密码告诉你 并对你说,相册里有很多我可爱的照片,我们一起看看 她的心里有你,她不介意你翻看她的手机 她对你是没有秘密的 二,告诉你她的感情经历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段或多或少的情感经历 虽然说早已成为了过去,心里早已不想念 但都不想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不想让别人太了解自己 如果说,在与女人相处的时候,女人主动告诉你她的感情经历 这说明她想让你足够了解她 她想让你知道关于她的每一件事 这个时候,你也要说一说你的故事 让她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她很喜欢你,她对你很感兴趣 不管你有多少缺点,她都不会嫌弃 她都觉得你是最优秀的男人 三,告诉你她特殊的日子 女人每一个月都有几天是难熬的 躺在床上动不了 这个时候,女人是很需要照顾的 她很想有一个男人陪在她的身旁 为她吃饭,揉她肚子,为她准备男保 她喜欢你,她想让你成为她的男人 她想让你感动她,让她流出感动的泪水 她会告诉你她姨妈的日子 她想让你主动照顾她 她想在这期间,你出现在她的面前 女人不会轻易把特殊的日子告诉别人 她愿意告诉你,可见在她的心里 你是多么的重要 她很想和你在一起 你若主动追求她,她一定会属于你 一定会认真专一的对待你 四,告诉你她有多少存款 如果说女人对你不感兴趣 那么她不会告诉你关于她的事情 她更不会告诉你她有多少存款 她不想让你知道太多 她知道你们只能做普通朋友 根本做不成恋人 但如果女人喜欢上了你 那么她会告诉你她有多少存款 她把你当成了自己人 她想证明她对你是真心的 她想让你感受到她的爱 你要知道,女人是不善于表达的 当她喜欢你 你也喜欢她的时候 你就要主动一点 这样你们才有可能走到一起 要不然,没有人捅破这层纸 你们只能是朋友 喜欢你的女人会对你很热情 喜欢你的女人会一直和你保持联系 喜欢你的女人会告诉你很多她的事情 遇到这样的女人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别错过